广西从左一个小众而出众的地方 这里有太多有待世人发现的美丽景点 我们到达从左大新安平的第二天 阳光明媚 二月份的广西居然也已经开始温热起来了 住在这家乡村里的田园酒店 好处是安静 返普归正的环境也让我们感到很放松 不好的则是周边几乎没有任何商业 饿了一晚上肚子 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几公里外的安平村 寻找今天的午餐 大家好我是七哥 我是大陆 我们现在还是在广西从左 这里是从左大新县的安平村 然后我们昨天已经在这里入住了一家客栈 一家酒店特别好 环境是不错了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吃东西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今天得找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吃 后面这里就是安平仙河景区 我们今天是来到这里 这里附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东西可以买的 前面这里就有一家粉店 我们进去问一下看看前面这家就是 看一下有什么粉吃 鲜肉竹粉是猪肉是吗 我要一份这个 凉拌生粉 你吃什么 这个 七块八块可以可以 我们的粉好了 这个叫凉拌生粉 对 好香 对 好棒 吃饱了 我们再去玩 很多粉是说为什么我们整天吃粉吃粉 其实在我们广西到处都是粉 对呀 吃饭的话是比较难找的 然后吃粉也挺方便啊 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吃饱了 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而且又便宜 七块一碗八块一碗就能吃饱 现在我们吃饱了 带大家进来这个安平仙河景区 华千古的一个取景地 看到没有 我们到这里来逛一下 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 特别好 阳光灿烂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风景 即使我都没走到前面 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些朦朦胧胧的山河水 是不是像个仙境啊 我们现在是到了景区 但是景区这里是 还不可以到下面这个步道去走去看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看一下 他们这里都拦住了 应该是在维修建设吧 我感觉下面挺美的 不能下去看一下 挺可惜的 也没办法 咋子 走吧 我们在这里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 然后又找到一条小路 然后可以直接通到河边的 走吧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走到了路的尽头 发现了这里的安平城隍庙 这也是个历史建筑啊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里有条小路可以到河边 但是要走到你的家门口 应该没关系吧 不错的 看 哇天啊 河道路过来 我们找到路了 还挺不错的 现在看起来也很美 昨天到的时候 感觉下面那一段挺漂亮 上面这一段更漂亮 安平仙河 地如其名 河道的两边 生长有茂密的植物 竹林 绿树 与前方的三轮 相辅相成 这些景色呢 最终又在水面上 交相应辉 这里便宛如仙境 据当地人介绍 仙河最为神奇的是 在东春两个季节 河面会有沉雾生腾 到了那个时候再看 方能感受到仙河之仙 其实仙河呢 也就是大兴县境内的黑水河 安平这一段算是精华部分 也曾因为著名的影视剧 花千古到此地取景 而名声大噪 但是在广西来说 这里始终小众 平时游客也不多 游览仙河最主要的方式 就是乘船 而我们今天的目的 也是想坐船 体验一下 穿梭于仙境的感觉 可是呢 来的时间段 好像又不太对 我们到了码头才发现 基本没有本地船家在等人 而我们又舍不得花几倍的价钱 去做景区的游船 于是今天乘船的计划 只能稍微往后推一推了 今天好热好热 我们现在得先回去了 这里那些开船的 那些船夫和师傅 都回去吃饭了 我们现在先回去酒店那里休息一下 按照河大陆的说法 他说明天早上再过来会比较好 因为早上呢 光线也比较漂亮 有可能还会碰到 这个仙河代表性的一个景色 景观 就是说飘雾气 先回去吧 真的很热 今天大兴这边 差不多有27度左右了 这个气温 体感温度更加高 在外面再加上太阳的烘烤 我们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现在好像我们真的是 喜欢那种阴凉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得加快 前往贵州的脚步了 我们现在先回来了 从景区回来了 今天太热了 受不了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段 坐船也不太合适 我们先回来 把这些衣服什么的 全部都给洗一下 整理一下 顺便把我们这个车子 也整理一下 他们这个营地还是挺方便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除了可以住酒店以外 他们还设有一个这样的营地 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些自驾的旅行者 大家看一下 后面有水有电 但是这个水电不知道还通不通 就是一个像标准的房车营地 就这样子了 行吧 我们回去修整一下 看吧 河大路在软件上面团购了一大堆东西 水果 零食 有的吃了 这个地方还可以送货到达 是挺方便的 回来了 这么热的天气 还是待在这里最合适 这个温度你都受不了了 等到夏天咋办呢 夏天就跑去贵州 好吗 行吧